在舞蹈MV中 舞者除了青少年 还有一群招老年长辈 首帝妈妈们随着节奏摆动肢体 与年轻人干阿舞 展现超龄活力 他们是勇大超龄我团 毕嘉市基金会 今年发表勇大超龄舞团 培训成果 团员有四名青少年 及十一位首帝妈妈 长辈们从年开始 累经五个月每周一次练习 用毅力克服肢体挑战 记忆舞步 与青少年用舞蹈 突破年龄隔阂 激荡跨世代火花 这五个月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 到底就是我们不要 先入为主自我设限 常常用一些负面的话 比如说我年纪很大 我这个不能做 我那个不能做 我不能跳街舞 这个就我觉得取而代之 应该告诉自己说 你要只要努力 有信心凡事都行 团员们不为自己设限 相信自己也能跳街舞 今年68岁的许友妹 是团员中年纪最大的 因为需要照顾患有 趴是金正的家人 他曾想过要退团 因为儿子的鼓励 给他圆梦的勇气 这是因为我先生的关系 所以我想放弃 但是我的小儿子 给我一个鼓励 他说你为什么不继续 你都已经 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你放弃不是很可惜吗 我一听到我真的哭了 那我就继续来 跟姐姐们他们一起跳舞 我觉得很开心 也非常活泼 然后也非常大方 我觉得 是觉得说 跳舞就是 没有分年龄的限制 舞团里的四位青少年 都是华州公家的学生 其中念账户服务科 一年级的魏凯翔 来自瑟加部落 他每天需早起通车 一个小时到市区求学 本来就喜欢与长辈相处的 魏凯翔在这段练舞时光 和多位长辈结为忘年之交 我到这里 然后说陪这些老人家 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上面 就是有比较多的经验 然后做起来会比较习惯 然后比较不会紧张吧 我们就希望透过了舞蹈 这样的肢体动作 来跨越这个岁月的障碍 然后也可以带来带肩的融合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里面 其实我们看见不只是长辈 玩得很高兴 其实年轻的一代 他们也得到了很好 对于老的一些 翻转的对老人的一些想象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毕加市永大草陵舞团 是全台第一个三代草舞团 成立目的是希望透过舞蹈 创造老中青混龄学习交流 首支MV三代同放 舞出你的想象 精彩呈现三代 透过潮流舞蹈 用肢体对话互动 翻转大众递老年的印象 评论新闻张云章志豪 采访报道 我已经收集了 正宗 嗯